现在都会使用天然瓦斯的用户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也因为相当方便 细止伯爵夫人社区一直以来也希望能够来装天然瓦斯 只是在估价之后要装天然瓦斯 包括这个接管的部分 民众就必须要分担相当大的下价钱 也使得几万块钱的这个金额一出来 让许多的住户都忘之却步了 所以管委会也提拨了一笔经费出来分担促成了 而在这个月就已经开始进场施工了 从伯爵街进来社区住户不少 也因为方便一直以来社区都有身装天然瓦斯的打算 只是在估价之后 接管的部分每户得要分摊的价钱也要几万块 也造成许多住户身装的意愿并不高 所以在经过长时间的协调及调查 现在伯爵夫人管委会决定提拨一笔经费出来 协助每户来分担费用 再加上民意代表就终协调下管线工程这个月已经开工 现在住户就对希望的等着我 我现在都每一家每户在跑 管委会有时候困难 我说我出来跑 我出来跑比较方便大家认识 但是天天马上就回收回 在伯爵里面有很多栋的我们的大楼 每一栋也要住户和管委会的同意 只要同意的那瓦斯公司就来接管 现在接管的已经有一部分了 比如说我们明月栽新楼 比如伯爵夫人现在继续再向别栋也都要来接管 天天瓦斯是现在市民最现代话 希求的名声的契机 那最主要还是要埋设管线 那现在新瓦斯已经在埋设管线 今天我们委员还有旅长的支持 争取 那现在已经在埋设了 已经开工 明代表也前往现场关心 根据了解 因为每一户要分担的钱太高 一直无法进行天然瓦斯前职作业 所以立委李清华 议员廖正良也居中协调 管委会每户大概是补助2万元 每一户要出的钱变少 升装天然瓦斯的意愿提高 现在大部分的人同意升装 户数购天然瓦斯公司 同意进场实作 地下管线的开工 大家看到我们后面的工人 已经在动工了 我们的最终目标 尤其是在中理长协助之下 希望各大楼都能顺利的完成 登记的同意 同意之后将来让我们伯爵川章 住户全体都方便 都有天然瓦斯 更是一个现代化的社区 埋设之后 让我们每个支付都将这个瓦斯 可以送到每一家家户 我想让各位家庭职务 我们的民生问题能更方便 天然瓦斯公司设计规划 建厂施作 管线挖埋及身装部分 都在陆续的进行中 完成之后让住户更方便 九层慧林细致采访报导